这样你们知道 你们今天要来做什么吗 我是武当党被叫过来的 就是要讲关于 他们有意要把那个投票的 法定年龄提前自18岁 然后我们身为18岁的人 要来讲一下关于我们的看法 现在我们国家的执政党 是国阵还是西方 西方 这个我知道 这样谁是我国的首相 冯曼萨迪 副首相 汪姐 我不知道 安华的老婆 对 汪阿之杀 这样请列出三个内阁部长的名字 和他们掌管的部门 你现在是我 林冠英财政 陆兆福交通 塞萨迪他是青年体育 陆兆福交通部长 我认识 多命理性的部长 是管辖的一位 教育部长 教育部长 那个吗 马智里 是吗 对 马智里 马智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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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不认识吗 对啊 认识 这个你有没有看过吗 没有 见过林冠英 陆兆福 歌兵星 Teresa Kok 因为我是之前看到一个国阵的那个视频 国阵的议员侮辱她 The only woman in Sabote The only woman with a cock is in a Sabote Cock 你没吃人 打个打包就你了 Cock Unbun 那吃时间我就认识了 没有 其实我上个星期才亲眼见过那个郭思琴 我有跟她对视到一秒 很开心 很开心 大部分怎么懂啊 主要是一些通常在新闻出社里面 不是教育部啊 最热门 为西方政府打多少分 以0到100 50吧 50分吧 70 49吧 1到10分 7分吧 对现在西方政府的表现如何 如果我讲到Sansity的东西 你们会把我剪掉没有 OK 来 不要 不要得罪到任何人 OK 我个人我是很满意啊 从去年的509大选之后 他们做了部长之后 我是觉得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东西 即便很多人民都没有看到小小的东西 可能交通部长讲 100块的那个卡 再来就是可能房屋那边有建 不知道多少个房屋是给低收入群体的 然后又有什么卫生的这个计划啊 等等这样子 还有那个稳定油价啊 一个Hagar Shilling啊 一个顶价这样子 我觉得欠价 因为 马哈迪生 他向选民承诺 绝对不会把身上有 按键在进行的 把里面的组织委任称为部长 同时我也觉得他们做了一个很不应该的事情 就是MLT 他向外宣布减少了费用 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减少到费用 他是 Cuts back 而不是省钱 所以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因为国家现在正处于一种鼓励人民多使用交通工具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这样Cuts back的同时 是一种set back for我们国家 to achieve这个target 为什么我只给7分 还有那3分去了哪里 就是一些他们的举动 好像 例如那个 拨款给拉曼大学 我也是觉得有一点 为了教育政治分开这个东西 而把它去 参在一起的事情 我觉得有一点 不合理啦 可是我们也需要换位思考这样子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 是一个 全新的事物 我们应该也去做一些体谅这样啦 我一个特别好奇的东西 难道你穿黑鞋你会特别聪明吗 难道你穿白鞋你也会特别聪明吗 不会啊 最重要是整整齐齐就好了 我也是觉得保持就好了 为什么你要换来换去 当那个现在又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其实白鞋就是 你看可以培养学生去洗鞋 讲真的 上中学因为巡察员是穿黑鞋 所以我们这些穿黑鞋就会拖到可能有时候一个月成绩 我的妈呀 你呀 一百是我一个星期的零用钱 几个复印费然后还有几个文具这样子就用完了 比起现在的那个一百块的卡西刷 其实我比较喜欢以前的书卷 因为一本书确实不便宜 一百块买书我可能买个两本三本就没有了 可是如果两百五十书卷我可以买比较多一点的书 正常来讲你一次outting那种 我觉得至少也要二十这样子 如果有看电影的话 三十多块差不多了 可能够够够了 你用在教育上面啦 你买文具 听到没有 你也买也是很少不好 等下五六样就玩了 我觉得给物资会比较好啦 你认为我国营不应该废除死刑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很久了 这个是很久了 敏感课题 Suppose 你骗哦 如果你判一个人死刑 这样你 就是你跟杀人有什么分别 虽然是讲 可能那个人什么罪该万死什么屁啦 可是 就是 因为你有法律 你杀人没有错 但是你也是在杀人 只是一个有震荡的通道 罢了 我觉得不应该废除死刑啦 因为 我杀了这个人 大不了我在监狱里面度过 免费三餐 又有政府养 然后 所以他们就会 不会抛 他们就会直接做 有死刑的话 他们就会 三思 而后行 我会赞成废除死刑啊 毕竟 渊源相报和喜了 你 就是大家都会讲的 你也不能带回来另外一个生命 但是很多人也会 argue 就讲 如果你放他在监牢 他也没有什么作用 然后反而你还要在他身上有更多开销 所以反而 我个人的 比较 单纯的看法就是这样 让他们去 贡献于社会 去 让他们去做一些可能是 回馈于社会的东西 清洁也好 就是以这一方面去 作为一个惩罚 这样子 我是赞成 是废除的 在于好像现在他们已经做好那个 强制性死刑了 对 我是觉得应该保留死刑了 除非有 更 不能到的方法来处罢他们 但是强制死刑被废除是应该的 假设我可能出国 可能跟朋友去旅游 结果在我的bag里面找出了 50g的白粉 可是那白粉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就因为这个强制死刑 我会白白就被抓去 除死 可是如果强制死刑被废除了的话 我在监狱的这段时间我还可以去深渊 还自己一个清白 这个是一个很难抓摸的东西 强制性的话我是觉得 是看案件吧 好像如果你是为了 自卫而保护自己的话 我觉得不应该被判死刑 我家我今天被人打想什么的 可是 我今天被人捅了一刀 可是我把那个刀捅回它的时候 是如果无意间 他是死了后 我是会被判死刑的 在马来下有这种案例的 就是要看情况 我是认为 我看我自己有觉得我不能投票 我在看我身边的人 我觉得更加不能投票 所以我认为在年轻人 可以完全把这种羊群效应 之前是不应该投票的 我是觉得如果让他们提早 去接触这种东西 父母也会比较愿意 跟他们分享 政治的东西 实施的东西 让他们了解他们自己的 在国家的角色是什么 政府计划修改宪法 把我国的投票年龄 从21岁降低到18岁 难道开放给年轻人投票 只是在浪费选票吗 不鼓励年轻人投票 这国家的整个政策的方向 就偏重于老人 这样的话 这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partir